真的耶 真的耶 一模一樣耶 一定要找到佳慧 佳慧你在哪裡 這一個鎖也打開了 欸 有一個新的道具 有個像按鈕一樣 我剛剛好像按到了耶 連著的是這個房間裡面 不過現從這邊就斷掉了 喔 原來如此啊 在那個叉叉的地方出現了一個小隧道 又要爬 等一下會不會佳慧從另外一邊爬過來啊 其實爬這種東西我真的很害怕耶 那這種時候啊 一轉彎就會跑出來一個人 或者是有一個人迅速的跑回來 什麼都有可能 一隻帶血的繡花鞋 繡花鞋 有兩個...這是什麼東西啊 也不是布袋人偶 今日我做了兩個木偶 一個是我 一個是怡靈 希望我們可以像他們一樣一直在一起 是病態 其實也不是病態應該還蠻正常的吧 然後從這裡開始我們就可以站起來了 終於站起來了 蹲著好難走路喔 不過我們到底到了哪一個地方啊 這裡連巷子都撐不上吧 看起來像是房間...房子和房子中間的夾層 跑下路好了 跑到另外一個空間了耶 外面的景色看起來像一個大樓一樣 誰 誰 啊...是怡靈吧 怡靈應該是... 當代某一個有名的女性 看設定來看的話 你這樣也可以進去喔 會不會卡住嗎 真厲害 破舊的羅 所以我們要找到一個把 從這邊開始也沒有看到衣櫥了 所以說應該是不會有追追跑跑的劇情 會不會從上面突然下來呢 沒有 這扇門可以過去嗎 不行 啊... 被鎖住了 不過上面也沒有我要拿的東西耶 本來想說可以拿一個打把的 那是把嗎 沒有 好 就時代稱戲劇開場為開羅 所以確實我們是要找到那個 可以打擊用的 黃老闆 我35年來每日在戲院留宿 這裡已如我家 但請容我由今日起離開戲院 我自問無法再擔任保安一職 請定尋他嫌 你保全 看來這個保全應該在這裡碰到什麼事情 害怕了吧 嗯?窗外可以過去嗎? NO 然後這個門已經歪掉了 我們也走不過去 再往回走還有意義嗎 我應該不用再往回走了 可能地板上還有一些東西我剛有漏掉吧 我們再稍微看一下喔 另外一邊已經被像客桌椅的東西給擋住了 過救的羅 會不會等一下打一下那個羅都爆掉 看起來道具應該是在樓上 還是在門啊 這個也過不去 奇怪 在這裡在這裡 找到了 敲爐用的工具 兩個大箱 來吧我們下去 不過我覺得伊利應該是好人 他應該不是惡鬼吧 來吧 我們 樓上的門打開了嗎? 有人在唱劇欸 果然是這邊 伊林在哪裡 桌上有二湖 這是二湖嗎 看起來有點不像欸 有點像大槌子一樣 以前唯一有拉過二湖 但是啊 大家知道為什麼 你又不拉了嗎 又發現手太短了 弦都按不到 當然這不是重點啦 可能是我覺得 果月對我來說 心情沒有那麼高吧 大蜘蛛呢 快跑標誌抓到了 no 我現在也不想轉頭 要往哪裡走 啊快跑快跑快 啊 蜘蛛 居然很想往後看 喔 跑到前面去了欸 Y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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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MOI喔 這次你已經跑比較快 為什麼要先到前面 然後繞一圈啊 原來是個笨蜘蛛王 Yoshi 快快快快快 進去 YES 啊 剛剛那是什麼 剛才那是什麼 YES 就到另外一個空間了 桌上這個是秤吧 欸 拿不下來 好像牢牢固定在上面了 AE使用 E使用 來看一下喔 這個下面是一把 還蠻特殊的鑰匙 十字型的 嗯 本人進入於 巨院 巨射儀式一隻 髮占一隻 該髮占為木質 桃紅花瓣點綴 此物品雖非名貴之物 但對我而言是非常珍貴 如有實惡情與本人聯絡 小女子深感表謝 必定眾籌 欸 這裡沒有別的東西可以探索啦 桌上這個秤 是不是要想辦法 把兩邊的重量一樣啊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代表這邊還有一些東西 是我可以探索的 啊是你的欸 髮占 這個沒錯吧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把髮占放上去 這樣子有改變什麼嗎 不過髮占好像太重了 那我們這次把鑰匙放上去 喔打開了 呃 那個自動門的設計也太奇怪了吧 看來只能把那個鑰匙留在那裡了 之後應該還會用到吧 一個古舊的機器好像缺了零件 那看起來像製藥壺 是嗎 滿 加 加滿 還滿家 啊原來如此 這一個大鎖是要拿剛剛的鑰匙啊 好像缺了零件 零件會在前一個地方拿到嗎 不行欸 就算把髮占放上去 好像也沒有任何的改變 髮占應該是要用到某個地方才對 看起來應該也不用出去了 所以 重要的道具都在這張地圖上面才對 這裡還有一張紙條 發黃的古書頁上面好像記載著什麼 喔 好暗 什麼都看不到 再看一下好了 文件的 古書頁 蕭玉隱 天人難 再有 喔 好K啊 唸古文真的是難 不過這個資訊對我來說也沒有什麼重要 會不會是在描述 這一個女生啊 就是演戲的這一個人 以這個情況的話 我們是勢必要先把鑰匙放上來啦 鑰匙放上來之後呢 這裡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拿 被鎖住了 唯一能探索的就只剩這個耶 好像缺了什麼東西 法占不能用嗎 好像缺了零件 會不會地上有什麼零件啊 照理說應該是要有啦 零件難道是這個 牢牢的定在了上面 欸 怎麼說有多了這個東西 剛剛怎麼沒看到啊 一個機器上的把手 拿到了把手之後呢 我們先把這個法杖拿回來 然後把 欸把手放上去應該沒關係吧 欸還是不行 我們把鑰匙放上去讓右邊的門打開 接著呢用這個把手 開始一個古葬的道具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好像是拿來擰碎一些東西吧 然後流出了 莫名的執意啊 專門異形的小瓶子 這個瓶子應該是要放這邊才對 讓它的重量跟鑰匙一樣 よし 然後再拿那個鑰匙打開 這鑰匙好特別喔 日本稱這種為南京鎖 不知道中文是不是欸 喔被擋住了可惡 佳文應該在附近 不過沒有工具呢 難道要回去找了 附近應該會有工具 那麼按摩不知道怎麼找啊 這個不是 這裡附近應該會有工具 難道我又要再回來上一個房間啊 我們再稍微仔細看一下 最容易就是 看丟了很多東西 像是這裡面啊 信也看過了 附近啊 哼 如果說到附近的話 照理說是這附近才對啦 就是剛剛門口的地方 沒有呢 這個嗎 上好像有發亮 這個是手電筒 地上啊 難道要鑽過去嗎 喔 是欸 為什麼這個視角啊 又是蜘蛛 我要謹慎行動 說要謹慎行動 不過我要怎麼謹慎行動啊 這裡要用磚的 喔 看到了耶 好大隻喔 桌要謹慎行動 不過這裡真的很難移動耶 在哪裡啊 喔 在上面耶 喔 我了解了 不要讓他發現的方法 就是要移動到下一張桌子 對不對 因為他會從上面往下看 等一下喔 人體再過來一下 啊 過來過來過來 移動到下一張桌子底下 好麻煩喔 趕快走快一點好不好 不過他的臉還蠻漂亮的 啊 被抓到了 他臉整個大打開耶 這讓我想到以前米飛兔的那張照片 大家有沒有印象啊 我現在說大家一定會覺得很奇怪吧 米飛兔的嘴巴不是叉叉嗎 有人把它畫成像那個 哈哈 整個大打開 啊 被發現了 打開 話說外國畫的這種遊戲啊 也是很多的怪物都會把整個臉打開耶 像異形 還有什麼東西啊 欸 之前在哪裡有看過啊 印象中還蠻常發現的 好 趕快過來 要稍微等他走到更後面一點才能移動吧 這樣這裡還不能移動 剛剛就在這邊被抓到的 剛剛就在這邊被抓到的 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喔 好 可以 好 剛剛嫌你走得太慢喔 現在我覺得你走得還蠻快的嘛 等他走過去一點 好 移動 又被發現了 又被發現了 所以幾乎要等到我看不到他之後才能移動啊 你再試一試看看 如果把你當成米飛兔的話 好像就比較輕鬆一點點了 他的行動跟剛剛不大一樣耶 好 趕快過來 趕快過來 欸欸欸欸 太快了 太快了吧 喂 所以他不一定只會逆時針走喔 他有時候還會順時針 這也太麻煩了吧 走這邊應該是沒錯啦 等一下喔 先看一下他詭異的行動 走來這邊了嘛對不對 好 走過去了 趁這個時候趕快過來 欸欸欸 太快太快了 套狀喔 等一下他不動啊 到底有沒有要移動啊 不移動我都很難做事耶 啊 又被發現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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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吱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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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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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場